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廚梁 很歡迎你們來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平時大家去到酒樓喝茶, 喜不喜歡叫紅棗千層糕呢? 一龍二辣辣出爐的紅棗糕, 只有四件 不夠十秒就被人吃光了, 真是不夠厚 其實要自己做紅棗千層糕是非常簡單的 今天廚梁就會在影片中分享我的配方 讓大家在家裏都可以做到最嚼勁、最軟糯的紅棗糕 當中我還加入了薑汁, 令到吃的時候不會有甜漏漏的感覺 而紅棗糕的甜度大家亦可以自行調節 比起酒樓吃得更健康、更有益 紅棗的益處真的很多, 例如有養顏、美容、補氣、養血等功效 亦有助消化, 大家都快點來學做薑汁紅棗千層糕吧!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下小叮噹,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每次出的新片啦! 大家首先看看這個薑汁紅棗千層糕的食譜 這份食譜大概可以做到14至16件紅棗糕的 紅棗需要130克, 將買回來的紅棗徹底清洗乾淨 然後將它開邊去滑 利用一把剪刀, 輕易易舉就可以拿出紅棗糕的啦! 紅棗的益處真的很多, 例如可以幫助消化 因為紅棗裏面有豐富的纖維, 能夠幫助長度的消化 以及維持長度的健康 另外, 紅棗裏面有豐富的維生素和礦物質 能夠幫助修復受損的細胞和延緩衰老 所以亦都被視為是養顏的生物 看看鏡頭, 說這麼快已經剪好了紅棗了 我們要用紅棗去煮 我們拿個煲出來, 倒入700毫升的清水 為了讓水快點煮滾, 吸回鍋蓋 眨眼, 水已經煮滾了 煮滾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剛才已經預備好的紅棗放進去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中火把紅棗煮20分鐘 在煮的期間, 我們可以吸回鍋蓋 讓紅棗更出味 煮紅棗要一點時間 這個時候, 我們先準備其他食材 拿一塊新鮮的大肉薑出來, 我們先磨薑汁 如果大家不喜歡紅棗糕裏面帶有微微薑汁的味道 可以 skip 了這個部分 我個人就喜歡這種薑味 因為加了紅棗糕之後, 紅棗糕變得沒有那麼膩 而且蒸熟了紅棗糕之後, 薑味不會很辣 大家不用擔心 接下來, 我們就把剛才磨出來的薑用 提取1.5湯匙的薑汁 把預備好的薑汁放在一邊備用 另外, 我們需要60克的片糖 我們要預先做一下手腳 就是把片糖切碎 因為如果你直接把片糖放進水裡煮 有時間都煮不用 以及煮到水都蒸發了 這樣就不太好了 好, 先看這邊 紅棗已經煮了20分鐘 不過還未夠 我們先把紅棗吸回蓋子 把紅棗吸回鍋蓋子 把紅棗吸回鍋蓋子 焗30分鐘 說這麼快, 30分鐘就過去了 把紅棗多焗30分鐘 可以令到它更軟 更出味 大家可以撈起紅棗 撈起紅棗之後 我們要留下這鍋紅棗水 千萬不要把它倒掉 直接用這鍋紅棗水 我們加入60克的片糖碎 還有60克的黑糖 然後開小火 我們一邊將糖煮溶 一邊攪拌 當糖煮溶之後 就可以加入剛才準備好的 1.5湯匙薑汁 隨即關火 至於撈起的紅棗又如何處理呢 我們拿攪拌機出來 把剛才煮熟的紅棗 放入攪拌機裡打成蓉 如果像我一樣 攪拌一下,覺得紅棗有些稠 可以把剛才的糖水加少許進去 稀少許便會容易攪拌 我大概用了五分鐘的時間 把紅棗打爛了 打出來的狀態大概是這樣的 那些紅棗衣 我們是不要的 拿個篩出來 把紅棗蟑螂 把紅棗說出來 要喜歡的紅棗 記得把紅棗挖出來 千萬不要浪費 接著我們就可以將剛才煮好的薑汁糖水加入紅棗蓉裡攪拌 以下下廚師的講解大家一定要聽清楚 剛才的薑汁糖水是否一定要全部倒進去 未必的 我們總之將薑汁糖水連紅棗蓉 攪拌出來的薑汁紅棗蓉液 總量一定要490毫升 所以如果薑汁糖水比較多 未必需要全部倒進紅棗蓉裡 相反如果薑汁紅棗蓉液不足490毫升 大家要自己再加水 接下來我們拿大碗出來 加入200克木薯粉 還有36克的尖米粉 還有加入剛才準備好的薑汁紅棗蓉液 一共490毫升 然後就可以將液體和粉狀物攪拌均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後 差不多了 你會見到粉漿裡有些粉粒 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會把粉漿過篩一次 經過過篩後 粉漿質地就變得更順滑 而粉粒都會消失 眨眨眼,今天要用的粉漿已准备好了 我们拿大锅出来煮一些热水 趁热水煮,我们拿个容器出来 今天厨量用了正方形的玻璃容器 在用之前,记得把容器涂一层薄油 这样可以令到稍后蒸好的膏之后更容易脱毛 趁热水还没煮沸时,我们可以在容器中 先加入第一层的粉漿 粉漿的厚度大约3mm左右 刚刚加入粉漿后,粉漿可以覆盖整个容器底部 就可以了,不要太厚 当水煮沸,我们就开始蒸第一层了 好啊! 盖上锅盖,用大火将它蒸4分钟 4分钟之后,就可以打开锅盖 当膏蒸熟了,颜色是深很多的 接着,我们就可以加入第二层的粉漿 再次盖上锅盖,用大火蒸4分钟 这样一层层去蒸,除了环切面美观之外 吃下去的口感很大分别 如果你整个膏去蒸,一来中间有机会不熟 二来,蒸出来的膏是非常实的的 但你这样一层层去蒸,蒸出来的膏 咬下去是非常软软的 接着,每一层的做法都一样 如此类推 直到蒸到最后一层,我们就不是蒸4分钟了 蒸到最后一层的时候,我们用大火将它蒸8分钟 这样做是可以令到这个姜汁红棗千层膏 是100%熟透 大家可以像我那样,切之前用保鲜纸包着把刀 等姜汁红棗千层膏完全放凉之后 就可以把它脱模了 松一松四边 接着,就可以将千层膏反转 轻而易举,就可以拿到整个膏出来 接着,各位就可以将姜汁红棗千层膏 切成喜爱的大小 刚刚新鲜蒸出来的红棗千层膏 它的口感是非常QQ Q弹得来又很软 软得来又不黏牙 打环切开给大家看看 中间是层层分明的 如果吃不完的话 大家可以将千层膏放在冰箱里 储存 临吃的时候,在冰箱拿出来 蒸远就可以了 希望你喜欢我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个like我 以及记得分享食谱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